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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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都做完之後 最後 不要忘了要把那個 殘留的那個把它清掉 因為這邊的迴旋呢 這邊迴旋 C一直做到最後 有可能剛好那個字元 是跟前面的字元 都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那樣的話你的結束點 會是結束在Ls這邊 會是結束在++CNT這邊 然後再回到這邊來之後呢 4結束跳出來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的話 你還沒有把最後這一筆連續的次數 把它輸出到螢幕上 輸出到這個SS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最後的這個 再收尾一下 做的事情跟上面一模一樣 然後最後就把這個SS 裡面的這個點 用這個Destir 把它裡面存的那個字串把它取出來 然後射到這個CodeStream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Incode 所以一樣這裡的技巧 就是希望你們練習一下 如果你想要把 資料呢輸出到 某個字串的話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這樣的方式的好處就像這裡 對不對 你要你要 你其實輸出兩個字元 這兩個字元就這樣做 可是你要輸出的是一個 整數值的話 像CNT這裡 你可以夾夾在一起做 因為這種 OutputStream呢 自動會幫你處理 如果它是整數值 它就把它轉成整數值的 對應的字元 12的話 如果它只是12 它就知道要用實驚位 印出112 然後後面這個是一個字元 普通的這個字元 它就用普通字元來印 所以會依據你的資料的型態 來決定怎麼輸出 所以這是方便的地方 你不用再自己去做各種 數字跟字元的轉換 跟它的ASCII的Code轉換 那這是Incode這一體 大家可以再自己去練習看看 就順便練習看這個怎麼用 然後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Function非常多 就是你可以用的 Library裡面的Function 很多 真正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也是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去查詢這些Function 然後我們考試的話呢 會把各種可能的Function的 這個Reference 的那個說明 使用說明把它 弄成像小超那樣 讓大家參考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說 某些Function的用法 你背不起來 到時候會讓你們可以查詢 但是重點是 你要看得懂那個 它的說明 它給你一個Function的 你要 就像你平常Google一樣 應該會找到 不少的網站上面 教你說某個Function怎麼用 它會跟你講說 它需要什麼參數 然後它會傳回什麼值 那你要能夠看得懂那些東西 然後才能知道說 這個方權你用的對不對 所以這題 encode decode就是這樣子 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 Binary Search 依照題目的提示 就是你要寫兩個版本對不對 一樣是Polymorphism 對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應該要把那個 把它呼叫的地方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在這裡 看到它在 man.cpp裡面呢 有一個Function是長這樣子 encode decode 它不管要encode或 decode 都是互叫這個Function 然後它傳進來的東西 是什麼type 是一個codec的reference 那但是這個codec的reference 它會互叫encode的這個函數 所以因為是reference 所以到時候呢 雖然說它是codec這個type 對不對 我是可以傳 傳dummy codec給它 像這邊 也可以傳rle codec的東西給它 像這裡 它都可以接受 因為對它來說就是一個 一個 可以參考到那個 真實物件的 的東西而已 那 所以我可以把 所有 只要是繼承這個 它這個pure virtual 繼承這個abstract class 的這個 那些東西呢 都丟進來這個Function 到時候它在 呼叫點encode的時候呢 它會去 透過那個virtual table 去找到說 到底我該呼叫的是哪一個Function 所以如果是 Dummy codec的話 它就會呼叫它的 incode 如果是 RLE codec 就會呼叫它自己的 RLE的incode 所以這是 標準的這種 polymorphism 在做的事情 那 另外這題也是一樣 這個 finery search tree的這個 題目呢 也是一樣 它有兩個 兩種tree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一個是用Array 另外一個是用 用Pointer 那 用 用Array的做法是什麼做 它是基於這樣的想法 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 長得滿滿的 一個 Binary tree的話 那每一層 這個tree的這個 Node的個數呢 會是有規律的對不對 假設說 長滿的情況的話 應該是 第一層則一個 第二層會有兩個 第三層會有四個 第四層會有八個 那 你把這些數字 累加起來的話 就變成 1加 2 3 3再加這個 4會7 然後7再加8 會15 都會是2n-1 這種 總數 那我們只要有 2n-1的空間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都放進Array裡面 所以如果我預設 我的tree的這個乘數呢 只有 某個高度的話 最高到某個高度的話 我們就可以 用一塊固定的這個空間 一個Array 來放所有的資料 那怎麼樣找到 對應的位置呢 所以說 我們一開始把資料都清空 然後 這邊有假設 所有的資料都是正整數 所以 你可以用0來代表說 這一格呢 這個Array的這一格 是沒有放東西的 這是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這邊只處理 正整數的這種數值 的tree而已 然後 如果是 所以如果這邊是 0的話 代表 那個tree的 那個node 還沒有放東西進去 那 你要怎麼 有效的安排這些位置 就是 它的index 如果是在Array的1的話 再來就是 2 3 4 5 6 7 就這樣一路數下去 所以一直到 2n-1 就會是你的 按照 一層一層這樣 數下來的這個編號 那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透過一個 點 解點去找到它的 兩個children 這也是很簡單 就是 如果自己的變號 比如它是1 2 3是2 對不對 3的變號是2 它的index是2 在這邊 3的index是2 那我要找到3 3它的兩個 左右兩個child的話呢 它的index會是2乘上2 以及2乘上2加1 所以會是 4跟5 這兩個 是屬於它的 那對於這8來說 這個是 它的編號 它在Array裡面的index是3 對不對 因為是1 2 3 它底下這兩個東西的編號 會是多少 就會是3乘2等於6 跟3乘2加1 是7 所以6跟7兩個編號的東西 是它的 兩個children 所以是6 7這兩個 分別放了6和10 所以就是它們兩個 所以只要依照這個規則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要往下走的話呢 我要去檢查哪一個位置 Array的哪一個位置 去看看說裡面有沒有放東西 如果沒有放東西的話 代表它 應該說 如果裡面的值是0的話 代表它還沒放東西進去 我就可以把東西放到那邊 如果已經有東西的話呢 我就要繼續往下走 那這就是 用Array的實作方式 會需要遵守規則 那 以這邊的例子來看的話 當我要把6 放進這個tree裡面的話 依照BinarySearch的原則是 你先拿6跟5來相比 6比5大 就要放右邊 所以它會往右走 然後再來6跟8來比 6比8小 所以就會往左邊 它就找到了它該放的位置 然後就 因為這邊是 原本放的是0 所以它就把它放進來 那你的tree就長成這樣子 加了一個元素之後 就變成這樣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不斷的把新的資料 讀進來 然後把它放到它該放的位置 最後你長出來的tree 所以會有一個規則是 所有的 Parent這個節點 它的左邊的這些Child 都比它小 右邊的所有東西都比它大 每一個節點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BinarySearch區的性質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建築這樣的東西 有幾個小地方要注意的是 它要先把 一開始要先把整個Array清成0 這樣我們才知道說 原本的樹呢 裡面什麼都沒東西 所以這是要做的這個初始設定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tree裡面的所有的數字 都不會重複 都不該重複的 不會重複 就是如果你發現說 我現在要insert一個數字 是重複的話 你要自己直接忽略它 或者你想像說 每一個節點都可以 放很多一樣的數字 但是我就拿一個當代表 所以如果我現在 要把8放進來的話 在這邊的話它會走 5會往右邊走 到這邊8它發現 跟它一模一樣 就不用再走了 就停下來就好 因為這個就是它該放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insert的東西 是有跟之前重複的話呢 它就是該停在它找到的位置 就不要再往下走 所以不會有兩個節點 有同樣的數字 這是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小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寫 所以 可能你要寫的時候 你可能要先去看一下 我們加點H檔裡面 宣告的這些東西 然後看它哪一些 哪一些 Member function是要你實作的 就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到這個 function.cpp裡面 所以我們這邊要實作的是 insert search 你要能夠放新的資料進去 然後要能夠把它找出來 那至於其他的print 這個方式的 題目已經幫你寫好了 然後在array這個例子 裡面有一個 private的array 長度是1025 所以你要知道它是1025 這樣就是 所有你都需要 你需要知道的東西 那 實作起來會是像這樣的 我會發現 search 跟insert 應該是很像的 首先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的 constructor 要幫它把array清掉 當你產生一個 空的tree的時候 它的這個 1025個array的元素 都要是0 所以這一步要自己先幫它做一下 i給0 i小於1025 然後 所有的array都是0 那為什麼是1025不是1024 是因為 這邊刻意把這個 把編號0那格 空出來不要用 不要用的好處就是 這樣的話 你的這個 index的編號 就可以用我們剛才說的規則 如果你是在 你是一個 n乘的這個 你自己的編號是n的話 你自己的index是n的話 你的兩個 這個children就會是2n 跟2n加1 這個只要 我們是為了要有這樣的性質呢 把這個空出來 從1開始酸就好 那再來就是做insert 然後做insert的過程中 你要順便維持一下 去記錄一下這個數的高度有多少 因為他在 在那個man.cpp裡面呢 會用到 這個高度 這個資訊 所以當你insert到某個程度 你發現說 你現在的tree呢 比之前還高了 你就要把這個 hi成那個 這個變數 這個private member呢 把它的值 更新一下 所以這是我們要 額外多做的事情 那整個insert就會像這樣 對不對 就是i等於1 從 編號1 那一個 元素開始 然後數的高度呢 先射成1 然後我們就要把東西加進來 因為 假如說你現在發現array 1呢 裡面沒有東西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 第一個node 就是最後 整個這個tree的route 就是 那就直接 直接 到這邊來設定一下就好 所以array1 就等於v 把那一個d 筆資料放進來 因為這個 壞回圈完全不用跑 因為你的array0 array1呢 裡面還是 都放東西0 代表他還沒有 還沒有放那個資料進來 那時候就是 直接把它放進來之後 然後 把高度更新一下 這高度會等於h 原本的高度是0 原本的hide是0 現在的新的h是1 所以你會把這個hide 更新成1 那 再來的話呢 下一個資料 再 呼叫inz 放進來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會跑回 那 只要他還沒有遇到那個 可以放的地方 因為可以放的地方 就是這邊等於0 的時候 他就要跳出圍圈 要把東西放進去 因為代表那格是空的 那只要還不是空的話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檢查三件事 對不對 看看v跟目前那個節點 誰大誰小 就像這裡 你現在把6放進來的話 6跟5要去比較 看6跟5誰大 所以如果v比較小的話呢 就要走左邊 v比較大的話 走右邊 走左邊 跟右邊的index差別 會是一個是2乘上i 另外一個是2乘上i加1 這是我們剛剛說過的 所以走左邊就會是i 新的i就會是這個數字 走右邊的話 新的i會是這個數字 那你就會到了下一層 去找 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放 那如果 第三種情況是 v呢 跟這個array i這個東西 剛好一樣 假設說你這邊 內容不是5 而是6的話 然後你要把6放進來 那就會是一樣 所以應該就停下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 你就直接return就好 就這個inz 完全忽略它就可以 所以這是 要注意的一個小地方 那按照這樣的規則呢 不斷的做下去 你中間會停在一個 array的內容是0的地方 那個就是你要把新的資料 放進去的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跳出這個回旋 結束這個回旋 然後把資料放進去 然後呢 過程中因為你每次多了一層 每次往下走一層的時候 你就會把高度的這個變數加加 所以如果你結束的時候 你發現說這個h 比你目前已知的高度還高的話 那你就要把它更新一下 就這樣 整個array 這個array來實作 這個insert 就做法大概是這樣子 那search的話 其實比insert更簡單 你只要 只要一路這樣找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它的長相跟上面其實是很像的 所以我們一樣從i等於1開始 然後我們會去看 我們會去看array i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不是0的話呢 我們就要判斷一下 到底你要搜尋的這個v 是比它大或比它小 比它小的話就走左邊 左邊的話 下一層的左邊的index是i乘上2 下一層的右邊的index是i乘上2加1 那如果相等的話代表什麼 就是你已經找到了就可以 因為不是小魚也不是大魚 就剩下相等 相等的話就是 Utent true 代表你找到了 那它沒有說 它只問你有或沒有 所以它並沒有說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只要Utent true就好了 那如果經歷了這樣子 回圈搜尋到最後呢 結束的時候 你都還是沒有發現到任何資料的話 那就Utent false 那會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這樣 一種是你走一走到這個地方 你要搜尋的東西 落到這個格子 譬如說我要搜尋7 然後你會7就進來 7的話先走右邊 越比5大 7比8小就要走左邊 結果你發現這邊是空的 那你要搜尋的7就找不到 所以就Utent false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 你一路走 它的trick已經很滿了 但是你走到最後呢 index已經超過這個1025 已經到了1025 那表示說你其實已經 看完了整個tree 但是都沒找到東西 因為我們整個tree的array呢 當輸定的時候 就只有這個1025的元素 所以題目應該不會真的 放那麼多東西 放到爆掉 那我們這邊還是有 有去把關一下 先判斷i是不是小於1025 是的話呢 後面這邊才會做 否則的話 你如果直接先用array 括號i 可能就當掉了 所以你要先 在做array括號i之前呢 你要先去 過濾掉這個i 是不是超過了1025 大於等於1025 如果是的話就不要做後面的事情 所以這裡是要 額外注意的地方 不確定說 到底測試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保險一點的話 就是應該要做這樣的判斷 那這個就是用 用array來實作 binary search tree的做法 然後等一下會再繼續看 用pointer來實作 會稍微麻煩一點 就是你要處理那些pointer 怎麼直來直去 不過基本的原則還是一樣 基本原則還是要 怎麼樣去走左邊右邊 但是因為你的資料結構 用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 對應的去看看要怎麼改 或許要多一些步驟才可以完成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看那個 link list的做法 pointer的做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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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